2016年马来西亚台湾高等教育博览会 是在邻近首都吉隆坡的沙登举行 今年一共有41所台湾大专宴校参展 是吸引了附近不少地区的华裔中学生前来参观 他们希望对升学管道会有更多的了解 驻马来西亚代表张继平 以及马来西亚教育部副部长张胜文 也特别出席开幕典礼 为期八天的马来西亚2016年台湾高等教育展博览会 首站在雪兰俄州的沙登华小一校举行 这次共有41所台湾各大专院校参加 是逢马来西亚教育文凭放榜 现场也挤满了超过2000名对升学台湾有兴趣的华裔子弟 前来聆听各学校代表介绍 这个教育团乃最佳管道 让学生过去台湾各自便携的 强调盛盛盛 大学教育体系 可耐升学路上 做出瑞克的美德理学历 很会希望经济教育团 不再为华裔子弟 提供升学的资金 免让学生有地位 询问有关身体大学生的详细 解决有学生 你能进退的环导 再求你不能求教育 为了使这群 学共者如愿 很多新科今年特别 以我国其中 一家教育办理机构 自立合作社 参考并提供单位 邀请他们 一起参与我们这五场的难度 以便让升学 经费上也需要的得到水平 谈部典礼上驻 马来西亚代表张继平 以及马来西亚教育部副部长 张盛文也首要出席 现在在台湾念桌的 马来西亚学生 大约有15000多人 台湾高等教育 不论是综合型大学 或是技职教育领域 都相当优良 可以提供大马华裔子弟 更好更多元的选择 台湾在优质的技职教育 可以说的是 远近时迷 与德国 奥业力 还有分担 我们必见 全世界 四大优质的 技职教育的国家 台湾的技职教育 之所以才能够成功 主要是能够将 理论 还有15 家里的技职教育 台湾社会 从70年代 80年代 到今天 整个社会 除了经济 高出败能以外 最近我觉得今天 是台湾人主社会的 变化 我们需要 我们的 导致 到台湾留学 学习的 不然是 大学 区域 将完成的 辞职 而是 靠过 这个台湾社会 改变的地方 每一位在台湾 会动 台湾家 台湾社会的 进行 这次展览 除了在雪兰儿州 还会到森美兰州 游佛州 和六甲州举行 希望能帮助 更多大马学生 到台湾深造 建立双边 合作交流的桥梁 提升台马关系 台湾宦官电视欧师委 马来西亚雪兰儿州 采访报导